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具远见着实的酋长索尔在最黑暗的时期担负起了领导他的同胞的责任 在索尔的领导下 兽人摆脱了恶魔的诅咒与诱惑 并重新开始信奉萨曼的教义 经过数年的游荡 兽人终于找到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土地杜洛塔 他们建造了一座名为奥格玛的巨大城市 并随时准备摧毁任何当敢挑战他们的敌人 作为杜洛塔的守卫者 你的职责就是击败那些已经现身或是仍潜伏在暗处的敌人 因为燃烧军团的邪恶力量依然徘徊在这片土地上 姐姐 帅哥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 牛头人在贫瘠之地的广阔平原上 到处游荡 猎捕着强大的科多兽 牛头人的部族 原本都分散在整个大陆上 但是由于半人马 这个共同的敌人 他们聚集在了一起 为了寻找对付半人马的方法 牛头人与兽人结成了同盟 有了寻人的帮助 凯因和他的部族 成功地把半人马赶了回去 并把墨高雷草原作为他们的主城 在陡峭的雷霆崖上 凯因为自己的同胞建立了一座城市 不久之后 原本各自为战的牛头人部族 重新联合在一起 虽然牛头人生性爱好和平 但是他们把狩猎 当作崇高的仪式 作为墨高雷的一员 你必须在野外锻炼自己的技能 并在狩猎仪式中 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好 一路平安 原本在南海诸道的丛林中居住的石人妖 一向以他们的残忍及信奉黑暗的宗教而闻名 这些野蛮而又迷信的石人妖似乎对所有种族都暴露第一 很久以前 石人妖中的暗毛部族从荆棘谷被流放了出来 后来又险些被残忍的愚人毁灭 在索尔和他的兽人部队的帮助下 暗毛部族获救了 于是他们宣誓加入部落 在机敏的暗影猎兽握金的带领下 暗毛部族现在和他们的兽人盟友一起 以杜洛塔为家 作为幸存的暗毛部族的一员 你必须重新找回部族的光荣 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乌妖王的铁腕统治下 天灾军团疯狂地毁灭 埃泽拉斯世界上所有的生命 在西瓦那斯风行者的领导下 一小群不死族摆脱了天灾军团 和乌妖王的控制 他们被称为被遗忘者 在对抗天灾军团的同时 还要和所有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人战斗 女妖之王西瓦那斯带领被遗忘者们 在罗德龙都城的废墟下面 建造了一座黑暗的城堡 幽暗城 这是提里斯法林地的一座地下迷宫 虽然这片土地受到了诅咒 但狂热的血色十字军 仍然盘踞在已经破烂不堪的防御设施中 想要消灭所有的不死族 并重新夺回他们的家园 被遗忘者认为 部落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胜利 所以加入了部落 但是被遗忘者不会真正的信任自己的盟友 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黑暗计划 作为被遗忘者的一员 你必须干掉任何挡在你面前的敌人 无论是人类 不死族还是其他的东西 一直发生的 你好 别相信任何人 不敢再俺 好 我 我 真不敢打 好 好 好的 か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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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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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